大家我是Paul 周五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做YouTube频道 这种教学频道 或者任何频道吧 会有一些人生中的serendipitous encounters 正好讲到serendipity这个假败字 就是很碰巧发生的而且是很美好的事情 大概就是一个serendipity 那我说有很多的serendipitous的encounter 包括很美好的一些遭遇 包括一些本来不认识的朋友 结果因为看我的频道 然后有时候跟我一些聊天互动 那我就觉得他们真的像我朋友一样了 像纽西兰的Stanley 还送了一笔帽子给我 很感谢 那Pinocchio 从一开始就很支持我到现在 然后还有像是 其实最近有很多比较新的朋友 我都不知道该挑哪几个来讲 我非常的不好意思 因为实在太多了说真的 那几个时间比较久远的 我可能拿出来说一下 那今天讲一个也是蛮特别的一个人 他是第一个在Instagram上面 帮我转推我的频道连结的一个人 就他用那个现实动态 那我知道我的频道的观众群 可能年纪都比较接近我一点点 那大家就比较不会用那个限动 那我自己也非常少用限动 虽然我也用Instagram 所以Barry会在他的限动上 帮我分享一下我的影片 那他是第一个这么做 而且也是目前为止 唯一这么做的人 那我跟他也是不认识 我就这个Barry先生 I don't know him but no 他就 这个是不是叫retweet还是什么 我搞不清楚 他用词是什么 总之他就帮我转发 那我就谢谢他了一下 因为转这个东西 我都会知道 因为他Instagram会送一个连结给我 所以我就跟他聊了几句了 我就说 谢谢你帮我promote我的频道 非常感激你 那他也说没什么小事情 结果他有一天 他就突然间 传了一个讯息跟我说 老师我看到你 这一篇特别有感触 很感谢 我说那这篇怎么了呢 这篇是我在讲 你知道那个 完面关头的 其中一个亚洲人叫韩 对不对 好像是从东京甩尾开始出现的 其实我没看 我不太确定 但你知道那个 留一个长长头发 正义剑发行的那个韩 我那一集在讲 韩为什么总是在吃东西 讲到韩的时候 我那一集就有讲到 他以前出来 就是一开始 他的原本的 应该讲说 他的backstory 韩在另外一部电影里面 那部电影叫做 Better Luck Tomorrow 我有稍微提到一下下 这个片 所以他是因为这样来 回应了我一下说 老师你讲到这个 Better Luck Tomorrow 他很感谢我 我说有什么好感谢的 我只是提到一个片 然后后来才知道 原来这个Better Luck Tomorrow 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片 很有意义的原因是因为 他是刚讲到 那个外面关头的这么多集 对不对 好多集都是我们台湾的一个导演 叫做林奕彬先生拍的 Justin Lin 我觉得他已经是台湾的伟人了 真的 因为他能够拍这么多 这么多部的 这么大的一个franchise里面 有5部是他拍的 我觉得真的太屌了 OK 他的高度已经可以说跟李安一样了 在我心里面这样子 所以如果说台湾要编一个史册 来列出伟人的话 或者全球具有影响力的 然后了不起的青年或者是壮年 他一定会是其中一个的 我认为他是一个伟人 所以没有想到这个Barry先生 是Justin Lin的表弟 还是表哥 所以他们是cousin 所以他就觉得 哇 我有提到 那他希望 我们就在讲说 要不然我干脆就来做一集 专门来介绍一下 这个Better Luck Tomorrow 我觉得这个idea还不错 也感谢他帮我推广我的频道 正好认识了一个很有趣的新朋友 然后他就很热情的 送了很多连结给我看 我也有尽量去看 包括Better Luck Tomorrow 他的这部片 那个时候 有一些访谈的东西 或什么那些的 因为有点时代 所以看看他们那个时候 这么多年前的一些电影的造型 里面的衣着什么那些 都跟我的时代还蛮近的 所以我觉得蛮酷的 而且这部片就是 林一斌导演的 算是他的处女作 这是他第一部feature film 所谓feature film的概念就是 我这边也打一下 feature film feature你知道有特征主打之类的意思 所以feature film在电影界来说 就是能够入电影院 卖票的那一种片 这样子就叫feature film 而且就是比较长的 不会是什么30分钟短片之类的 所以你可能看个250块280块 买一张电影票去看的电影 那种电影多半就叫做feature film 所以这是Justin Lin的第一部feature film 所以说是他的处女作 我觉得应该算是蛮值得 蛮对的这样子 所以Barry也觉得这部片 我来介绍这部片的话 会是一个蛮不错的 因为Justin Lin的 丰功伟业太多了 我如果今天做一集 介绍这个人的话 可能反而有点失焦 但是介绍他这部处女作 我觉得还蛮适合的 总之是 但是我也跟他说 我的频道重点是教英文 所以像我现在已经讲了好几分的中文 我都觉得有点对不起观众 因为我好像没有教到你什么英文 除了现在看到feature film这个字之外 我们就来看一下 所以这其实是从wikipedia的页面出来的 我找了半天我觉得这个页面其实已经很棒了 为什么 因为他里面有一些词还真的蛮好说的 蛮好解释一下下的 好 所以这边的部分还OK 就是他的电影的一些背景的 不是背景 就是一些数字上的东西 例如说什么101分钟 然后budget多少 卖的多少 所以这个budget事实上很低 也不过就是一个25万的 250,000的一个budget的一个片 这low budget film 真的 好 但是卖的还不错 3.8没有脸 good for them 好 所以这是一个crime drama film 他的directed of course Justin Ling 讲的是有关于亚洲的亚裔的美国人 Asian American 而且这一群人是overachiever 所以马上看到一个值得看的字 overachiever achieve这个字很明显的 你应该知道 就是成功 创造达到一个什么高度 achieve 达成之类的概念 亚洲人在美国 在西方的 给人的刻板印象 给人的stereotype 通常就是overachiever 什么意思 就是很多可能白人黑人 他们觉得 我这个科目拿到个80 85分就不错了 A-之类的 可是对于亚洲人来说 Oh no 我要99 100之类的 所以这个叫做overachiever 或者是你学业的顾得很好 然后你同时还参加了校刊社的编辑 或者是然后你还是篮球队什么这些 各项都很强 overachiever OK 所以有的人会觉得跟亚洲人在一起压力蛮大的 因为总是在比较 谁的achieve分比较高 所以亚洲的 Asian American的overachiever 然后他们对于人生感到无聊 who become bored with their lives and enter a world of petty crime and material excess 所以他们进入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就是 Petty crime这个词我们以前讲过 就是一些犯小罪 可能去便利商店偷个东西之类的 这样叫做Petty crime 所以要是今天你是一个 比较小鼻子小眼睛的人 我们也会说Petty 你很Petty OK 我跟你吃个饭 你多少钱 251块 251 你还欠我1块 Come on man Don't be so petty Petty就这样的意思 所以他们进入了一个Petty crime的世界 然后后来就越来越糟 基本上 所以就是 They basically went on a downward spiral 然后整个故事就这样继续发展下去 I don't want to give away too much of the content 我看过了这片 所以我觉得好看的 当然值得推荐 好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下去 有什么字可以说 可以 Toilet OK 在这里 所以讲到了其中一个角色 所以他的完美主义 有遮住他的人生的另外一个层面 也就是 Toilet papering houses With his best friend Virgil 所以讲到其中一个主角 他的完美主义遮住的 他的人生另外一个层面 这个层面就是黑暗的 OK So his perfectionism masks another side of his life 这就是 Which is Toilet papering houses With his best friend Virgil 所以什么是 Toilet papering 这很酷 有时候他们会缩写成 TP I'm going to TP your house 我第一次学到这个字 是看以前的 那个憋事与大头丹 Beavers and butt head 那Toilet是厕所 可是Toilet paper就是厕纸 就厕所用的那个厕纸 那你怎么去厕纸一个房子 Toilet papering houses 好 这其实是讲的是 外国人会用那种 不是那个万神节会treat or treat 那要是不给糖 那我就捣蛋 怎么捣蛋 我就把卫生纸 你知道厕所的厕纸 是那种滚筒的有没有 一般来说都是 不是那种抽的 滚筒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像一个 像一个我们说民俗舞蹈那种 常常的布满的那一种 耍那个东西一样 你可以把它丢到屋顶上 然后它就会滚下来 然后就是一个很漂亮的 一个一小彩带一样的一个 从屋顶上下来 有没有 所以你如果两三条 四五条丢一个人的屋子 然后它的屋子就会像是 布满了彩带一样这样子 而且这个东西很麻烦的就是 如果下一个雨之类的话 这些Toilet paper就全部会融化掉 然后就会造成这个屋主很大的困难 而且这个东西不会造成 任何财务上的损失 所以这算是个 也是个小罪 这是整人的一个 令人很烦的一种小罪这样子 TP OK 所以要是不给我糖 I'm going to TP your house 所以这个Toilet paper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All right 我们再看一下 然后接下来继续介绍角色的话 这边就说了 虽然说Ben 其中一个角色 有进了篮球队 Makes the basketball team He ends up being mostly a bench warmer 所以这讲的各个角色 他的一些背景 竟然篮球队 可是却是一个 顾板凳的人 板凳球员 所以暖板凳的人 所以bench warmer 这个字也看一下下 warm这个字是温暖 bench warmer 暖板凳的 这样 坐冷板凳的 所以坐冷板凳的 并没有code这个字在里面 反正是有warm这个字 坐冷板凳 然后接下来再看下去 所以透过了另外一个家伙 就是Derek Lu 他是Roger Fan演的 他是一个senior valedictorian and president of nearly every student club 透过这个人 Ben就involve了后面的这些东西 所以又是一种小屁罪这样子 那这边讲到senior valedictorian 是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Derek Lu 他是一个again Asian overachiever 因为他是valedictorian 超屌的 什么是valedictorian 所以这有打两个字 第一个字就是valedictorian 第二个字是salutorian 那这两个分别是什么东西呢 分别是毕业生致辞的时候 讲开场的 以及讲收尾的 OK 所以毕业生 毕业典礼上 我应该 不应该讲毕业生致辞 毕业典礼上 讲开场的 以及就是那个真正的致辞代表 所以一个是valedictorian 一个是salutorian 怎么选呢 看成绩 真的就是看成绩 全校第一名 你认为是开场的吗 还是最后那一个讲致辞感言的 当然是压走那一个 所以valedictorian就是全校第一名 那一个开场的是谁 就是全校第二名 就是salutorian 所以这两个人的职位 是这样子分配的 所以我相信 这个salutorian 他全校最恨的人 就是这个valedictorian 所以他妈的 差三分就是我了 之类的这样子 好 所以这边说的这一个角色 他就是一个senior valedictorian 他是基本上每个学生的 俱乐部里面的 或者不是讲俱乐部 每个社团的社长之类的 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些 就做一些小屁事 所以整个学校的一个 cheat sheet operation cheat sheet是一个 西方的学校里才有的一个概念 我以前高中也有cheat sheet 可是那是合法的 cheat就作弊 那sheat就一张纸 所以以前我们的物理课 分享一下在国外就学的时候 跟台湾的不同 我知道台湾的同学 当然一定要把所有的那些公式 规则背起来 然后你套的时候 你让人套得出来 可是在西方上物理课 例如说 有很多什么牛顿的公式 什么三小的 学校不指望你背 所以你反而是可以 写在这张cheat sheet上面 等到你考试的时候是可以拿来看的 所以学校会发一张空白纸给你 然后你就填填填填填填 你只要能填进去都可以填 所以全部学生都会把它填很满 然后考试的时候就可以拿来参考用 可是说真的 你要是能整理出一张这个cheat sheet的话 那表示你exam准备的也不错就是了 或者说有些数字你记不起来 有些参数或什么这些 你也可以写在cheat sheet里面 也是不错的 所以他讲的就是一个 OK 所以他们这些这几个小屁孩 就involve进了这个cheat sheet的operation OK 好 然后再看下去 其实我觉得就不应该看下去了 因为接下来再说的就是剧透了 所以我就不要再说下去了 这个剧现在好像在Amazon上面 还是看得到的样子 反正有兴趣的人 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管道去看了 我就不要说去哪里了 来 我们再看下去有一个 我觉得非常值得看的的一个地方 就在这里了 这个很重要 这一段很重要 就是林导演的执着 执着的部分 执着什么呢 我有看一下他的生平 他是8岁移民去美国的 所以我相信他中文其实讲的还是不错 他的原本的这些投资者 所以他有了这个剧本 这些他的原本的投资者是希望啊 这部片里面全部的角色通通是白人 换句话说 他们拿到了一本这一本剧本里面讲的是亚洲人的这种 struggle OK 亚洲人在西方的世界里面的这种想要突破 可是又不知道怎么突破 然后犯一些小罪什么干嘛这些的 他们会觉得让白人来演也可以啊 基本上就把这个故事偷走了这样子 领导演就objected Lin objected 也就是抗议反对了 and continue to fund the project with his credit cards 你看我都要流眼泪了 他就持续的资金就溢注进去 用他自己的信用卡 他就是想把这个片拍出来 而且他就是不要把它变成白人片 你有种真的 OK领导演我觉得你很棒 所以然后你看他就说了 he said knowing the film potentially could have been the last film I ever made he wanted to make it about issues that were very important to me 所以他说他知道着 he said knowing the film potentially could have been the last film I ever made 所以有可能这会是他拍的最后一部电影 因为这叫处女座 说不定就最后一部了 对不对 所以他就想要把这个片子拍成是有关于他所介意的议题 he wanted to make it about issues that were very important to me 所以这里都有一些quotation 有兴趣的可以点击去看他这边在说解是什么 好 所以就很不幸的是钱还是没有了 OK 还是用完了 so after those funds were depleted finishing funds equivalent to one third of the film's budget were provided by Cherry Sky Films for post production preparing the film to submit to Sundance 好anyway 可能有点废话 但这里还是讲一下 所以在这些fund depleted之后 所以我们还是在学英文了 所以deplete这个字就是烧光了用完了 简单的说 OK deplete 所以在这些fund deplete之后 剩下的这些fund 而且剩下这些fund 基本上是这个film的三分之一的budget 那是有另外一个还不错的叫Cherry Sky Films thank you 提供了这个给他这样子 好 然后 这里也值得另外再感谢一个人 所以替林导演感谢一下下 对这个人表达感谢 Lin also brought in an additional 10,000 dollars from artist MC Hammer 这是个黑人 你要是不认识他的话 我这个时代都认识 OK Can't touch this 好 Anyway 他是饶舌歌手 所以他是MC Hammer 那他竟然捐了这个 不要讲捐 他提供了1万块钱 来支出这部电影 so again thank you OK Alright 那再往下看 我们讲一个字 Retroactive Yes 可以 所以 讲到了这部片后来的 我导演后来的生涯发展 当然就是拍了 Fast and Furious的系列 刚讲到那个角色 Han对不对 所以Han在里面演的角色 跟在Fast and Furious里面的角色 他就把它做了一个相连 so better luck tomorrow was subsequently recognized as Han's origin story so that's pretty cool OK 所以Han的这个角色 背景故事 你就可以追到这一片去 这样子 所以他是用一个 倒回来的方式 去把他连接进了 Fast and Furious 就是了 所以这里有个 Retroactively 就是把他用一个 倒回来的方式去理解他 这样子 接下来一定要看的一个片语 就是这边说的 Thought Provoking OK 所以他们说这个片 嗯很不错 它是有很Energetic 可是他有说话 Disturbing So the film is Disturbing And thought Provoking 什么是disturb disturb就是有打扰的感觉 可是真的不是那一种 你所谓的 就比如说你在房间里面 call call call那种打扰 像我知道 大家都知道 在那个旅馆的时候 你可以挂一个牌子 上面写着 Do not disturb 就是不要来烦我 清房间什么之类的 不需要 不需要room service 但是这里有disturb的意思就是 你看了这片会觉得说 那也这样啊 之类的 这样就是disturb了 而这个在描述电影上 事实上是好的 因为要是一个片 没带来给你什么感觉的话 那这个片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这边说了 The film is disturbing 那什么是thought provoking 是我们重点要看的 If it provokes your thought 就它能够激发你的想法 所以provoke这个字 甚至有激怒的意思 你看到流浪狗 不要去随便激怒它 因为它可能有野狗 可能会追你之类 对不对 So don't provoke straight dogs 所以thought provoking 就是激发想法 所以这个片语事实上 在生活中是很常看得到的 所以这个要知道一下下 然后这边我们再看一个 也是一样 这是评语 So lean is a talent to watch 所以这个领导演 是一个财人 是一个才华的人 你要好好的 他值得看 值得去小心着 就应该讲说 观察着他的发展 So lean is a talent to watch There's a sting to this film that gets to you 所以这个片 有这么一个尖锐的 刺刺的地方 刺刺的 OK There's a sting to this film that gets to you 所以这里一个片语 叫gets to you If something gets to you 跟If something gets you 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加一个阶级是差很多 像我们知道 我懂你 I got you I get you Right I get what you're saying 我懂 所以get的话可以被理解为 理解 我懂 可是如果something gets to you 就那个东西 能够感受 能够触摸得到你 能够感动你 能够 感动我觉得是不错的翻译 所以或者说是惹到你也可以 其实不见得是感动 所以If something gets to you It causes a reaction from you 这个就是gets to you的意思 好 cool 然后 我后来看到一个这个名字 我就必须要再提一下这个人 这个人叫Roger Ebert 我不认识他 说真的 因为我对 虽然我喜欢看电影 可是对于这种 电影的这个 film review 或者film critic的世界 我是不太熟悉的 那我找了一下这个人的生平 才知道 他被很多人认为是 就是美国最了不起的影评人 OK 所以已经过世了 就是了 所以他是在 他给了这个电影 四颗星 A 4 4 star rating 然后也是这边说了 It was disturbing and skillfully told parable about growing up in today's America Yeah OK 所以林是一个 A skilled and sure director 太酷了 所以这么棒的一个这个 然后他甚至还在一个 这边你看又出现的是他的名字 在这个Sundance Film Festival 就日舞 日舞影展 在美国算是一个非常 应该是很棒的 超棒的一个日舞影展 我们台湾拍了一些片 也有去参展 有没有中就不晓得了 这样子 所以在2002年的时候 他有去参加这个 后来你知道同学 大家都知道有Q&A 对不对 好 这个我们也说一下 很多人会说QA QA 可是不是 你应该把那个东西说成Q&A OK Q&A OK Q&A Q&A Question and answer 所以就是电影完之后 可能导演会上台 然后我们可以来一段的 就问你问题 然后回答这样子 就是Q&A 所以在这个Question and answer session就是Q&A 在这个Festival的screening 就是试音会的之后 那回应了一个 audience member 那audience member 就是反正一个观众 那这个观众 问了领导演 一个问题 那回应这个问题的反而是刚 我们这位Roger Eber先生 所以我再读一次 这边给你听 in response to an audience member who asked and directed Lin if he thought it was irresponsible to portray Asian Americans in such a negative light 所以观众问的问题是 问领导演 他是不是认为这是一个 不负责任的行为 什么事情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呢 就是 Portray Asian Americans in such a negative light 所以把我们这个亚洲人 用一个很负面的角度去看待 就这个故事整个就是 亚洲几个小混混 什么这些人 然后弄在一些 petty crime 倒下来越来越严重 还有杀人什么的 oops 剧透 好 所以你把亚洲人 用这种负面的方式来去portray 你会不会觉得这样 是不太负责任的行为 所以这是观众问他的问题 So the audience member who asked directed Lin if he thought it was irresponsible to portray Asian Americans in such a negative light 这个时候Roger跳出来了 Roger先生 现在已故的Roger先生 stood up and say 站起来说 而且是生气的说angrily what I find very offensive and condescending about your statement is nobody would say to a bunch of white filmmakers how could you do this to your people 所以他觉得 这个问题是非常冒犯人的 而且是condescending 什么是condescending 就是高高在上 往下看的那种视角 就是condescend OK 我们台湾很多人 很容易condescend 你有个几年做生意的经验 你就说 夏老弟 你现在刚开始 你不知道几年后 你就辛苦了 这种讲话态度 就是condescend 懂我意思 所以他认为这样的言论 非常的offensive 以及condescending about your statement 他觉得offensive 跟condescending的部分 就是 如果今天是一个白人 拍的这样的一部片好了 没有人会去指着 那个白人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 对你的people 你怎么可以这样 对你的主意的人 so nobody would say to a bunch of white filmmakers how could you do this to your people 然后他接下来继续说 this film has the right to be about these people 所以这个电影 是有这个权利 能够来拍亚洲人的 it has the right to be about these people and Asian Americans have the right to be whatever the hell they want to be 所以亚洲人 想当什么就当什么 你不要想说 亚洲人就得有一个框架 就必须是我们刚刚讲的 stereotypical overachiever we don't have to be that we can be criminals too right I like to believe that okay so they don't have to represent their people 他们不需要用一种 我是一个亚洲代表的状态 来拍跟亚洲人有关的电影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所以他的对于这个电影的 这个approval 所以他对于这个电影的 这个豪评 就慢慢也 lead to了一个东西 就是MTV台 那个时候的MTV 应该是在当时 最有影响力的一个电影频道 应该讲电视频道 所以后来就买了 这一个电影的发行权了 这样子 好酷 所以看到这里 我还是觉得 我最后还是靠一个 白人的救赎 然后把这个电影推到了高峰 不过也或许不能这样说 因为我中间有看到一些部分讲的是 这个电影之所以卖的不错的 另外一个原因是 因为很多亚洲学生 自发的在大学里面去推这部片 因为这部片就是Asian Film 如果今天是我的话 我也会觉得 这个film超级重要的 所以虽然说那时候 我应该人还在多伦多 可是很遗憾的是 我竟然对这个film没有非常熟 所以你就知道 我在亚洲圈子里面 大概也不是手脚生长得很开就是了 因为手脚没生出去 大概是这样子 不过我有参与几次 多伦多影展的那种翻译就是了 口译 但那个就不管了 这不是重点 好了 讲到这边 希望你对这个电影 有那么一点点兴趣 有那么被一点点 arouse你的curiosity Did I pick your curiosity 我有没有引起你的好奇心 所以arouse这个词可以是引起 还有一个词叫做pick 而且这个pick并不是pick 不是 是p-i-q-u-e pick your interest pick your curiosity 我们引起你的好奇心 如果有的话 赶快去看一下 不管怎么样 你看的话 相信对这个片都是有帮助的 虽然已经蛮多年了 那也在这边对领导演致敬一下下 他应该是不会看我这个影片了 可是我还是非常感激 你替我们在亚洲人的社会 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典范 好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